这是有史以来最凶猛的僵尸 此刻却从棺材里跑了出来 而今晚却是天狗十月的日子 一旦僵尸照到了月光 就会魔心大法 不受控制的咬人 为了阻止小僵尸照到月光 阿豪和阿芳对其各种阻挡 但是还是把人的书都押了 眼看小僵尸就要逃出去 关键时刻 北昆英书及时赶到 先是拿猪砂鼻点在了喉咙处 再去两根猪砂毛放入鼻子中 随后在额头点上应激 最后让小僵尸咬住鼻杆 排出湿气就大功告成了 而这时有个村民赶来 着急忙慌地向英书求救 原来是有户人家遭遇芭蕉女妖 已经昏迷不醒了 之后英书设法 成功引出了芭蕉女妖 英书与他进行斗争 最后成功将他制服 等到了白天 英书帮人看风水 于是英书重新选取水源 只是在挖井的过程中 却不小心挖出这个东西 工人们纷纷示威不小 只有阿威见到上面的宝石 顿时心生胆念 英书建议立马活化 不料却被阿威偷天唤日 用铜像代替干尸 成功瞒过了村民和英书 而就在队长取宝石时 不小心磕破了鼻子 滴在了干尸身上 等到表妹对着宝石臭眉时 却被苏醒的僵尸一口咬住 得到血液的僵尸 身子一下子充盈了起来 这显然是只吸血鬼 复活后的吸血鬼并没有屠戮村 而是先去复活自己的妻子 天空吐一道白光 引起了吸血鬼的注意 这正是英书放的孔明灯 原来阿豪和同学阿芳之前 不小心沾染上了鱼 为了让他安息 所以必须找到鱼鬼的尸体 孔明灯就是为了寻找尸体用 就在师徒三人准备离开时 与吸血鬼来了个不期而言 一场中西文化的交往 就会 不料吸血鬼根本不是英书这套 英书只得36G走为上 一招金蝉脱鞘成功逃脱了 但是师徒三人还是在吊架中 被吸血鬼追上了 再拉扯间尸体一挽滑落 眼看即将坠入深渊 尸体竟然伸手抓住了阿芳 不知从何时起 女尸竟变成了女吸血鬼了 吸血鬼伸手将阿芳拉起来 正想伸手去够妻子 不料阿芳裤子滑落 伴随着一阵惨的脚 女吸血鬼瞬间跌入谷底 而英书也用一块巨石 将吸血鬼送了下去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一群蝙蝠朝谷底飞去 将吸血鬼就回了教堂 等到吸血鬼躺进棺材后 底下的修女们正准备离开 不料出门正好碰见阿豪和阿正 他们在用火网阵困住蝙蝠 许是有了特殊感应 蝙蝠受伤顿时惊醒了吸血鬼 并且以笔之道 还之笔身 用鱼网套住了阿豪 就在阿芳也要被抓住之际 恰逢英书及时赶到 为了成功引出吸血鬼 英书设计让阿芳当作诱饵 就在僵尸快要咬伤阿芳时 英书趁机掀开木板 阳光瞬间灼伤了吸血鬼 面对英书的步步紧闭 吸血鬼从始至终 躲在地下室里不敢出来 英书掏出铜钳剑刺伤吸血鬼 铜钳剑瞬间被毁 小僵尸带着炸药包赶放 一顿操作之后 照顾被炸 但是吸血鬼并没有就此安亡 而是趁着夕阳逃进了树林 英书点燃火把再次追了上去 吸血鬼此时不愿过多纠缠 转身抑郁离开 英书知道 此时正是消灭吸血鬼的最好的时机 他利用皇甫封柱 吸血鬼口鼻 奈何吸血鬼太过强大 怎么也杀不死 最终在修女的帮助下 设计将吸血鬼引入沼泽 眼看吸血鬼再次袭来 英书抱住修女的大腿 以一招泰山压底 成功将吸血鬼打入了沼泽底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赞关注 发家致富 我们下期再见了